他演了《武士太極拳》 演唱完《武士太極拳》 武術 武士太極拳 是由清朝永年光复人士 無語相所創 哼 乔松茂老师是中国武士台积权的第五代船人 他是河北省的政协常委 河北省武协副主席 现任河北省武安市副市长 近期前来近期年来 有许多国外的地址纷纷到 他的驻地来向他求学 他现在演示的是传统的五十太级拳 大家看五十太级拳 他动作萧桥紧重 而且他很强调 两个手割管一半 两种叫割管一半 手往前出的时候 手往前出的动作不够脚垫 所以动作很严谨 因为五十太线还强调积极的特点 他的发展用力动作是从内气的鼓掌 以从内气轻转 然后传出来 形成跟外形动作的内外合作 所以就大家看每一个动作 他都是强调 两个手割管身体一半 出手以后不错过脚垫 动作很严谨 往外出头的动作就要从内气的鼓掌 把前掌的内净 把城市支配外形动作 感谢准备 一辈子 避免 一辈子 反正 偿 五十太基層要求的立身要求是中正補偏八面之中 动作要静落山岳发劲如发劲 他的动作是随着进退过判定随时而生 动作体态关注其实不大 动作体态关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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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